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依林 德国莱茵河沿岸 每年2月就进驻嘉年华狂欢会 其中科隆的玫瑰星期一嘉年华最壮观 吸引大批游行队伍争其斗艳 今年嘲讽政治和社会乱象的主题花车装置 也是一大特色 花车在游行沿途撒出礼物 民众蜂勇争相抢夺 凤凰程度不熟慕尼黑啤酒节 五彩缤纷的花车陆续进场 民众夹到欢迎 抢拿从天而降的糖果和礼品 德国莱茵河沿岸 每年2月进入嘉年华狂欢季节 其中以科隆的玫瑰周一游行 场面最壮观 科隆嘉年华每年吸引大批游行队伍 争其斗艳 还有以嘲讽政治和社会乱象 为主题的花车装置 都是一大特色 另外兰沿河沿岸的小镇 也举办不同主题的花车游行 居民穿上红色糖装 到贺新年 沿途撒出的礼物也很丰富 真的特色就是家庭 大大小小 自己的装备 自己把东西带来了 这个就是说 不一定要自己来把糖啊 或者是而且他会想到 有些家药的 麻布也有糖果也有 香肠也有 都是很贴心 有些大家见到 面带老朋友见面 邻居见面 好开心好开心 来营区江年华还有另一项特色 活动的前一个星期四 登场的女人节 女性可以恣意狂欢 并剪断男性领带 作为剪断权威的象征 男性朋友这天 恐怕没有说不得权利 中央社记者林玲 柯隆报道 举世闻名的巴西嘉年华 在2月中旬举行 专门的森巴学校 为了这场迎入盛会 多分男女老幼 全员出动在开幕前 紧红一股的佳金海练 森巴乐曲在美声和乐队 展示下洋溢着奔放的行动 舞者进行摇摆 马上带动快乐情分 巴西嘉年华中最受瞩目的 获过于滑车大游行 每间森巴学校会推出 不同主题争取斗艳 希望获得评审和观众的青睐 为期五天的 里约热内卢嘉年华 预计吸引全世界 超过上百万的民众 前来超胜狂欢 体验属于巴西人的热情 中央社综合报道 热腾腾的金黄烤鸡 和整只鲜虾做成的创意料理 让人看了食指大动 每年二月是加拿大都伦多的 飞翼历史月 市中心的广场市集 特地举办香辣美食展 推广加勒比海地区的 风味料理 前来长鲜的老涛 除了大饱口服 还能欣赏加勒比海音乐家 现场演奏的当统音乐 新快节奏充满南美热带风情 主办单位还找来两位辣妹 穿上嘉年华服装 宣传美食展 也借此机会向宾客募款 希望捐助加勒比海奖学金基金会 发扬在加拿大的加勒比海文化 中央社毕竟张若平 布伦多报道 中央社国际新闻 中央社请求 雅加拿为泰国麦福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中兴兄弟 内野手黄四豪 在这里祝福各位在2015年 新年快乐 大家好 我是中兴兄弟的许姬红 祝福大家2015年新春快乐 平安喜乐 一切顺心 祝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好 我是中兴兄弟头手 曾崧伟 那新的一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羊年行大运 羊羊得意 羊羊得意 山水画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透过笔墨呈现 临山秀水和百里青州 今年七十岁的香港岭南派 山水画家何百里 近日或要在香港中环 举办个人画展 展出一系列充满意境的画作 何百里绘画技巧卓越 少年时就曾举办过个人画展 大师张大千还曾在他的画册作品上提字 何百里表示 中国画重视内在精神 蕴含数千年哲理 但近年来 大陆和香港画家却转而注重形态 让他担忧山水画将失去真谛 因为中国的笔墨是讲笔墨精神的 就不是只是讲形态的 那现在来讲 一般来讲我回来香港看到 甚至是在内地看到 他们来讲是变化 在形那里变化得很多 也都很月目的 但是如果你说中国画 将来是这样来讲 我还是有个大文化符在那里 何百里直言 岭南派在画坛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新一代的画家却没有继续发挥及传承 岭南派的前景令人忧虑 何百里严正的强调 画中国画不能 用了刀叉之后就忘记了筷子 中国画的精髓在于意境和气 如果失去了真地也就消失了 中央社记者张谦香港报导 农历春节刚过 紧接着228连续假期 以及清明节四天廉假都是旅游好时机 有民众不想在台湾人几人 干脆多请一两天安排出国旅游 228连续这一波国外旅游部分 大部分都是在过年的之前 就已经销售都已经完成 如果说民众是要跟着连续这一波走的话 那目前有下一个四连续 清明四连续事实上在去年的十二月份 就已经开始在booking了 目前看起来以东北亚线日本跟韩国销售最好 那像东南亚线的像巴黎岛或者是马兴 或者是菲律宾越南高棉这些路线 卖的都相当不错 目前大概销售都已经接近九成 去年本土低成本航空相继首航 加上日币欧元贬值带动整体旅游热潮 业者表示3月日本各地樱花陆续绽放 台湾民众封赏音行程 今年大概是历年来销售最好的一次 如果你想去日本赏音的话 其实从3月一直到5月 日本不同的地方都有樱花可以赏 3月份的樱花会先从九州还有东京开始 那4月份就会在大阪跟东北先台那里 那如果5月份你还要赏音呢 不要怕没有地方北海道 5月份它的樱花寄在5月份 业者表示国际线旅游正夯 相较于去年有两位数的成长 民众得提早三个月规划假期 才能及早卡位且享受到早鸟优惠 像以4月2号跟3号 这两个出发日来讲的话 像东北亚县平均的一个价格 相对于在3月份的淡季的话 大概价差大概6000到7000块左右 一方面是航空公司涨价就已经 跳下差就已经5000块左右了 再加上业者在4月2号 3号 四年休这种日期 好会再把自己的利润再往上加一点 人潮往哪 前潮就往哪去 旅行社早早开放民众预定 除了销售热门的东北亚地区外 因为欧元贬值 欧洲的团费比去年整体市场卖价 调降2000至5000 业者也看好未来夏季的欧洲路线 中央社记者张智健 张欣渝 吴云林台北报导 德国在2011年7月1号正式实行募兵制 将兵员数减少至18万5000人 不过志愿从军的青年并不多 德国国防部努力募兵 最近在柏林市中心成立第一个募兵中心 除了提升军人形象 也要向民众推广军旅生活 今年上任德国第一位女性国防部长范德赖恩 积极推动改善军人福利务 希望借此让更多青年投身军旅 目前德国国防军18万5000人中 约有十分之一是女性 募兵中心中也能看到 不少年轻女性恰询资讯 若这个建议在柏林行动 也会在韩国有更多 也会在韩国有更多 也会在柏林中心中 也会在其他地方 也会在其他地方 才刚开幕的募兵中心 就吸引不少年轻人或是家长前往 现役军人亲自接待 替访客解说 呈现出军人亲切专业的一面 也让德国国防军更贴近民众 中央社记者林林柏林报导 但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在28号希腊纾困案截止前 欧元区财长达成协议 将对希腊金融纾困延期四个月 这项决议让希腊免于立即破产的危机 全球股市应声上涨 另外欧盟也预定 27号裁定法国 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年度财政赤字 和政府债务是否有违反欧盟公约的风险 更多后续消息 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依林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赛订阅 在请不吝点赞 订阅分子 感谢观看